笑慕江湖 那我們大哥呢? 你送什麼給他? 在下有一部廣寧散琴譜 說不定廣寧散? 廣寧散? 只是康死後 廣寧散從此絕響 同兄這番說話 未免是一派胡言啊 我有一位知己好友 愛琴成癡 他說齊康一死 天下就沒有廣寧散 這套琴譜在西晋之後 固然從此淹沒 但是在西晋之前呢 怎樣? 我這位朋友心智過人 兼且膽大妄為 就去發掘西晋前 善琴令人的墳墓 果然有志者是景成 他掘了幾十個古墓之後 終於在東漢菜入的墓中 找到這本曲譜 自容相傳 真是了不起啊 封兄弟 梅莊之中 如果有哪一位高人 能夠贏到你的劍法 在下就把這部琴譜送給那位莊主 向大哥說的 一定是曲老前輩的遺物 哈哈哈哈 這位封兄精通就你 相信劍法亦會高明 但是他年紀輕輕 難道我梅莊之中 太笑話太笑話 如果我們梅莊之中 沒有人能夠贏到封少俠 我們又要陪什麼賭注啊 童大哥很喜歡開玩笑的 在下末學後輩 又怎敢跟梅莊各位莊主 談武論劍呢 這幾句客氣說話當然要說的 要不然 人家會當你莽自尊大 張玉三杯草勝卷 脫武路頂皇宮前 輝豪落子如淪然 二哥 那個張玉號稱草勝 乃是草書之勝 這三句詩 就是杜甫在飲中八仙歌寫張玉的了 這個人也是飲中八仙之日 喏 你看了這幅述義帖 可以想像他當年 走下不下筆的情景 唉 真是天馬行空 不可機辣 好節 好節 是呀是呀 這個人既愛喝酒 自然是個好人 寫的字 當然也不會差 寫於品評張玉 他就這樣說 喜怒昏窮 憂悲如日 冤恨思無 喀睡無聊 不平有動於心 必於草書焰發之 你再打開來給我看看 哈哈哈哈 三莊主取勝之後 這張帖就是你的了 如今又何必這麼心急呢 如果梅莊之中 沒有人能夠贏到封少俠的劍法 那我們又應該輸些什麼 啊 我們來梅莊 不求一事 不求一物 風兄弟只不過來到天下武學的巅峰之所 和當世高手印證劍法 如果僥倖得勝 我們就轉身就走 什麼賭主都不要 啊 這位風少俠 是求揚命而來的了 嗯 一劍連敗江南四友 當然命鎮江湖了 啊 宜莊主誤會了 今天梅莊印證劍法 不論誰勝誰敗 如果有一個字洩漏出去的 我和風兄弟天諸地滅 好 好爽快 這間房夠寬敞了 我就和風兄弟比試一下 風兄弟 你的劍呢 哈哈哈哈哈哈 來到梅莊 又怎敢攜帶兵人 啊 拿兩把劍來 是 四庄主 這把給他 是 我 梅莊四庄主劍法通神 風兄弟 只要你學到一招半釋 你已經終身受用不盡了 是 四弟 慢著 這位同兄的打盗 是倒我們梅莊之中 沒有人能夠贏到風兄 啊 定劍都是用劍的 他也是梅莊中人 不必由你出手啊 啊 只要梅莊之中 有人贏到我風兄弟的劍法 就算我們輸了 也未必一定要四位莊主親自出手的 嗯 這位丁兄 江湖上人稱一字電劍 劍招之快世間罕見 風兄弟 你就領教這位丁兄的一字電劍先也好 是 丁劍 再 如果你輸了 就罰你去吐魯環運走 接著 是 丁某人領教風爺的劍法 三位莊主 兵兄 我們是印證劍法 不可以較量耐力的 嗯 當然是點到即止啊 夫兄弟 你都不可以使出絲毫耐力 我們是較量劍法 招數精熟者勝 粗疏者敗 你華山派的氣功 在江湖上很有名的 如果你以耐力取勝 就算我們輸了 唉 向大哥知道我半點耐力都沒有 所以才這樣說 童大哥 如果小弟使出耐力 未免令三位莊主和丁兄笑脫牙 小弟自然半分耐力都不敢使 我們來到梅莊 出於一片真誠的 風兄弟如果過謙 對四位前輩反而不敬 你華山派的紫霞神功 遠勝我松山內功 武林眾所周知的 風兄弟 你就站在我這兩隻腳印之中 雙腳不可以移動 來跟丁兄比劍吧 好功夫 好功夫 地上果然有一雙腳印 好 丁兄請 好 風爺請 好 我去等他 媽媽 好 我來幫我 你這根不就是 你 sür categor 我來把手腳印在一起 หน流程 什麼 那一雙腳印太高 水腳印得很難 好 他媽媽 封兄弟,你心地好,保存丁堅的首掌,我再敬你一杯。 在下只是藏彩,請。 請,主弟三杯,我們大家都不要喝,看誰輸了才喝這一杯。 當然是我輸了,不如我先喝了它。 不行,封兄弟,請你出招。 四莊主,請你多多容養。 不用客氣,出招吧。 遵命。 封兄弟,這樣容養怎麼行呢?快點出招。 好了。 這才是呀。 獨孤狗劍,以無招勝有招。 好,開劍。 小心。 很厲害。 很厲害。 瞄極,瞄極。 封兄弟,你的劍法高明過我很多,來,我敬你三杯。 封兄弟相足不離地上足人,而可以逼退在下十八次,劍法之高,實在令人一杯。 挺有 film。 來,來,來,有。 請過。 江南四游至中 以我武功是最低的 我虽然復书 但是二哥三哥未必復书 他们要和你比一比 我们两个拆了十几招 四庄主一招都没有输过 又怎么可以说已婚胜负 第一招已经输了 以后那十七剑 简直是多余的 大哥时事说我不够风度 果然一点都没错 四庄主不止风度好 酒量一样好 是 是 来 我们再喝 司管家 老伯你拿我那支禿笔出来 知道 禿笔 风兄弟 你依然是伤足不离足人 不禁 再下向前辈请教 又怎么敢自事过高 风兄弟 你和我比剑 可以站在那里不动 但是和我三哥比试就不行了 我这几路笔法是由名家笔帖之中变化出来的 风兄文武全材 一定可以看得出我的笔法的了 风兄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这支禿笔就不点墨利跟你比试一下了 在下识字不多 三庄主的笔法 晚辈一定不识的了 你不识书法 唉 好了 那我就解释给你听一下 我这一路笔法 叫做埔将军诗 是由颜真兴所书的诗帖之中变化出来的 一共有二十三个字 每个字由三招都十六招不等 哈哈 你听清楚了 是 埔将军 大军制六合 猛将清九该 战马约龙虎 彭令河壮灾 多成祈教 小心我的判官不 我小子 竟然算得倒乱 拜拜 吵小子果然是有几分本领 我真是笨 将埔将军诗念了给他 他就可以看通我的招数字 好 让我改写怀宗自罪帖 怀宗草书已经十分难认了 我草中加草 让这个小子不识得我这路白剑狂草的笔路 好 好 好厉害 他越死越快 我不管这么多 以慢打败 看出其中的破坏 就可以打败他 哇 好干净的笔法 是呀 好干净的 黑马飞身 用笔点的酒 在白牆里以内功心法 一口气写完陪将军诗 一共二十三个字 笔笔精神饱满 干净十足 好极 好极 我生平的书法 以这幅字最好 二哥 你这间旗室就让了给我住了 我好不舍得这幅字 只怕从今之后 再写不出这么好的字了 可以 我这间旗室 除了一张旗瓶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 就算你不要我搬 我都要搬 对着你这几个龙非凤母的大字 我又怎么可以静心下棋 就算颜老公复生 也都未必写得出 风兄弟 全靠你 逼得我满腹不易 无法施展 才突然间由子端一涌而出 你兼法好 我的书法也好 大家各有所长 不分胜败 各有所长 不分胜败 还有全靠我的酒好 哎 我这个三弟 天真难慢 似于飞豪输舍 并非被输了而不赢的 在下明白的 我们所赌的 只是梅庄 没有人能够赢到 风兄弟的剑法 只要双方不分胜败 那大家都算无输了 是 我以这块旗瓶作为兵人 领教下你的高招 听说 仍然仪庄主这块旗瓶是一件保密 能够收乎各种兵人暗器 同兴真是博文强记 佩服佩服 其实我这个旗评并非保密 乃是持铁所制 用以吸住铁制的旗子 当年我在周中与人对应 顛皮之际 亦不致动乱的旗 原来是这样 幸好向大哥提醒我 要不然我把剑被他的旗盘吸住 不用打已经输了 跟这种人对敌 我的长剑要避开他的旗盘才行 凤兄 你准备好吗 请义庄主指点 不敢 凤兄剑法高明 请进招 请 这些是什么招数 好聪明 他把长剑 只懂得避开我的旗盘 如果再不反击 又怎么可以制服他呢 他想用两只手指挟断我的剑 幸好被我避开了 稍微让我一剑削掉他的两只手指 好了好了好了 此亦不敢先 彼亦不敢先 在其理之中 叫做伤活 而庄主果然大智大勇 和凤兄弟斗个不分胜负 多多得罪 同兄取笑了 谁说不分胜负 凤兄剑术精绝 如果不是凤兄留守 在下以后就少了两只手指下棋 如果你的棋子暗气是武林一转 三百六十一枚黑白纸射出去 无人能够抵挡 为什么不试试凤兄破暗气的功夫 这个人兼法高明 恐怕我再使用暗气 只有多一次出丑而已 我既然认输 还给什么暗气 同兄 请你再给我一张书义帖 看看好吗 只要等大庄主赢了我凤兄弟 那这张帖就会给了三庄主你 就算年看三日三夜 也除得你 我要年看七日七夜 二哥 我去请大哥出来好不好 你两个在这陪下 我去跟大哥说 福利 我们喝酒了 你情酒啊 比三哥糟蹋了很多 什么 你说什么糟蹋 你喝得太多就要解手 又怎么及得我奋逼流书 万古不留 酒以书存 千在之下 有人见到我的书法 才知道世上有过你这情铜露泛红酒 啊 长壁啊长壁 你生意有幸 能够尝到四大爷亲手让的美酒 就算没有我三哥在你面上写字 你仍然一样万古不留啊 比起这幅无知无色的墙壁 晚辈能够尝到这种千古罕有的美酒 真是更加幸运 丰兄 我大哥有请 请你移步 同兄就留在树再喝多几杯了 啊 这样啊 哎 在下无缘拜见大庄主 实在是终身之陷 同兄请不见怪 我大哥隐居已久 向来不见外客的 但是听到丰兄剑术精绝 深生仰慕 才邀请丰兄一见 绝对不敢对同兄又不敬之意 啊 起敢 起敢 丰兄 请跟我来 啊 是 大哥 华山派 华山派 封少俠 来了 好啊 封少俠 家临 避藏 游室远迎 望其输罪 万辈来得这么冒昧 请前辈输罪 哎 不敢当 我大哥的道号 王中公 相信封少俠 早已民知的了 九仰四位庄主大明 今天拜见青岩 实在有幸 不敢不敢 请坐 借座 公子请用茶 大庄只请用茶 二庄只请用茶 嗯 退下 是 听闻说 封少俠 有广宁散的古谱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啊 说起上来 老柳都挺喜欢音乐 想到 是康林刑时 虎琴一曲 他说 广宁散 从此绝响 老柳每日弹食 如果这曲能够重现一世 老柳虽无知恋 能够按摩一咒 此生无憾 这部琴谱 请大庄主过目 好 广宁散 绝响于人间已久 今日得到古人名谱 实在不声弃悦 只是 曲谱好唱 和平忠正 清绝幽绝 高亮雅志 不心藏缘忌 这位封少俠 和松山派一位同兴道来 说如果梅庄之中 有人赢到封少俠的剑法 就 哦 一定要有人赢到他的剑法 他才肯将这套广宁散 借给我抄六 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三个都战败 如果不是大哥出马 那孤山回庄 你们既然不行 我都是不行的了 我们三个又怎么可以和大哥相比呢 老了 不中用了 大庄主道号黄中公 自然是琴中高手 这部琴谱虽然难得 但是也不是什么不存之备 大庄主尽管拿去抄笼 三日之后 晚会再来拿回他了 啊 刚才一致 金融武俠天地之 笑傲江湖第四十六回 由曾永强理学奔联合篇到 金融原著文晓南改篇 并且由洪梁舍 温泉 刘安东 林友荣 陈炳投 王浩宜 贼心梅 莫家驱等